好 真的是蠻會講話的一個年輕人 他的論述也很清楚 他裡面的細節也很多 但這段訪問裡面很重要 他講到了兩位台灣的重量級人士 一位是國策顧問詹洪志 他也是PC Home的董事長 身價百億以上 另外一位也是大富豪 聯電榮譽副董宣明志 說實在 他這個訪問一出來 我正在想說 這兩位大咖 雖然他還沒有出事之前 大家對他的印象都不錯 是博士生 但以我對這個企業界的了解 你覺得會嗎 兩位親自打電話 了不起叫秘書會怎麼樣 我覺得親自出馬 至於嗎 那就心裡是存疑 所以你看到這兩位 立刻發表聲明否認 宣明志說完全不認識 那詹洪志說是 見過面是點頭之交 到底誰講得對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 但這個部分說實在 他的消息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他是用肯定語氣 他沒有保留 他完全是用肯定語氣 這個用意是什麼 大謙你覺得 對 我覺得其實現在 已經陷入了另外一場戰爭了 這場戰爭就是剛才秀芳講的 就是由小馬發動的 就是馬文玉針對了 李伯彰跟林秉書 開始進行攻擊 但比較有趣的是說 因為事實上這個渣男 他已經黑掉了 他現在也會有刑責 他也已經關起來了 都已經這樣 用他自己的話講 我現在人生已經最低谷 我沒什麼好失去的 那已經這樣了 但是他還要再追殺之外 有氣我知道了 但是他還要扯出這些人 是要幹嘛 對 而且他扯出這些人 就是要讓這個水更混 就讓這件事情不要善了 如果我覺得小馬 算是一個很聰明的 這個政治幕僚 就是他了解說媒體的特性 就你每天要餵一點東西 你如果沒有餵一點東西 怎麼會有新聞呢 這新聞可能過兩天就沒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讓這件事情 成為外界持續關注的焦點 你每天就要丟出一些新的內容 新的事證 不一樣的故事 讓大家繼續跟著這個故事走 而且內容還要夠驚悚 對 小事大家也沒興趣 而且他今天拋出來的這個資訊 坦白講 對高嘉瑜來說 並不見得這麼有利 因為他把高嘉瑜描述的 更不堪 更可憐了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如果真的愛護高嘉瑜的話 有必要要把這麼多事實 真的要完全都講出來嗎 因為這讓高嘉瑜將來 過了這件事之後 他要重新再出發的時候 我相信他一定會面對 很大自己的心理壓力 但是我要講的一件事情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台灣人民真的發現了一件事 就像剛才秀芳在說的 這些人其實我們以前 聽都沒聽過 我們哪知道誰是林秉書 我們哪知道誰是李柏章 我們誰知道 小馬可能還聽過 因為那是因為高嘉瑜的關係 但是這些人 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他們可以這麼呼風唤雨 指手遮天 能夠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我想都沒有想到過 你如果問我說 民進黨現在最有 誰最有影響力 我可能想到的是新潮流 想到的是各式各樣的派系的頭 或者是重量級的立法委員 我從來沒有想過 這麼年輕的這一群人 他們只是躲在鍵盤後面 有的是負責寫文章 做農場 有的是負責散布操作 他們就可以成為 事實上在台面下 可以舉足輕重影響台灣的人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馬文宇講什麼呢 他說你不要看這個領品書沒有工作 他說過去一年來 他幾乎可以在每一個立法委員的辦公室裡面串門子 他說大部分都是民進黨籍 民進黨三分之一以上 他都很熟 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 我的意思說這個博士都沒有念完 對不對 無業沒有工作 我要講一件事情 他沒事去串門子幹嘛 去拿案子嗎 我覺得事實上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現在心裡頭 可能也忐忑不安 因為隨著小馬持續的爆料 最後事實的真相會一個一個的浮上 所以我在懷疑 他現在抱這兩個說實在的 就商人 那他是不是丟這兩個給民進黨看 我先丟這兩個大頭 這大頭對民進黨來講沒什麼影響 那你們再不處理的話 接下來我就丟蘇某某 蔡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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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而且我不曉得秀芳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鏡州刊 刊出這件事情的當天 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有人在媒體帶風向了 他是帶什麼風向 他是帶的不是不雅照 他是帶的高家瑜 有一些機密資料 被掌握在對方的手中 這個機密資料是牽涉到助理費的使用情形 對 當時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很詫異 我也覺得很不可解 我想說怎麼會有這樣的東西留在外頭 我不相信一個政治人物 怎麼助理費的這個帳目 會留在其他人的手上 但是這個新聞那個時候 因為被其他的新聞蓋掉了 一直到今天 這個檢調單位方面放出新的訊息說 的確有收到了一張自白書 這張自白書 其實內容就是這個直指小馬 所以這件事情 但我們如果看後從後面到前面來看的話 會發現說其實林秉書除了對付高家瑜之外 他其實對小馬也是同樣的出了重手 而小馬跟林秉書之間的戰爭 現在就正式的揭開了 然後小馬也並不打算收手 因為接下來如果民進黨不處理 或者是接下來這件事情 不是照他預期的方向來發展的話 那麼我相信這個馬文育 可能會繼續接受各式各樣媒體的專訪 然後丟出新的各式各樣的訊息 然後這件事情就像連續劇 就像剛才錢丘獎的 就像韓劇一樣 要繼續演 可能還要演一段很長的時間 贊成啊 我贊成繼續演啊 超級支持 支持這個馬文育 繼續接受訪問 希望明天有part 2 我贊成的